因为黄安的不实检举 周子瑜差点断送演艺录 黄安从出道以来 行事风格自我 就常常与人结怨 不仅跟师父张飞闹翻 吴宗献也说 两人的恩怨很难解 大姐大罗佩颖还爆料 黄安过往在秀场 就常把老婆当作助理使唤 行为相当故人怨 1993年黄安以着手 新鸳鸯蝶梦红遍大街小巷 不过心直口快的个性 也让他在演艺圈 树立不少敌人 这什么 停这脑筋这状态 大概维持有多久 当年黄安受到张飞重用 提拔他加入龙兄虎弟主持群 不过黄安常在节目上 失控乱抢话 气得张飞干脆把他踢出节目 师徒俩正式闹翻 多年后两人同台大和解 不过当年和吴宗憲的这段恩怨 恐怕一辈子都化解不了 我从来没有恨过他 我不喜欢他都没有 对 因为他 我觉得骂人的人 你用一个手指头指责人家的时候 你有四个手指头是指责自己 那我挡了挺多财路的 所以也引了很多不愉快 包括这个跟飞哥的不愉快 跟徐乃琳的不愉快 跟这个吴宗憲的不愉快 自爆在演艺圈人缘不好 故人院 黄安不只惹恼综艺大哥 连综艺大姐们也看不下去 在录影或者是在作修的时候 当然看到他老婆在旁边 可是那时候我们不晓得 他是他老婆 我们都知道是他的秘书 还是他的助理 对天土坛必将脏了自己 黄安你再乱讲话 要该打屁股 近年来都在大陆发展的黄安 却能隔海得罪台湾演艺前辈 黄安自己也想不到 乱放炮却烧到自己 记者徐庸志陈怡宁台报道 接下来要带您看 今天的每日一日 金氏夫妻 为什么是金氏夫妻呢 王世君 洪小雷 结婚以来争议不断 在经历过一连串的家暴 外遇 酒醉闹事时候 洪小雷19号凌晨在脸书PO文 警报王世君不但和先前 共有澎湖的甘妹 有个9岁私生女 更还有个18岁的大女儿 隔天王世君也在脸书PO文忏悔 承认婚前就有个女儿 现在已经18岁了 目前由王世君的妈妈照顾 但对于和澎湖妹 有个女儿则是矢口否认 王世君 洪小雷 这对金氏夫妻 结婚以来争议不断 19号凌晨 洪小雷在脸书血泪控诉 爆料王世君劈腿 还有两个私生女 对此王世君深夜在脸书认错 工作结束 特别想找人喝杯酒 失败只因为我没听老婆的话 她叫我不要投资手表 不要投资酒大 我愧就到想跳楼 我是有一个18岁的女儿 没有的不用说 很难解释19年前的事 我该承受 婚前没说 再一次公开的对不起 谢谢你后来的谅解 我面对我的失败和错误 也向我的家人 和帮助过我的朋友道歉 也向大家道歉 一出乱戏 污染各位 王世君彭文道歉 后悔没听老婆的话 搞的负债连房子都被拍卖 而对于私生女怡云 她只承认婚前就有一个女儿 现在已经18岁了 但对于被爆料和澎湖干妹 也有一名9岁女儿 王世君则是矢口否认 没有想过离婚的问题 对 我只想把这个家照顾好 目前所以请大家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跟空间 先前曾说过没想要离婚的洪小蕾 近来却接连在脸书大爆走 凌晨写下一无所求 故一无所拒 是否夫妻远近 这店两人手机都没回应 也让外界好奇 这对今世夫妻未来的发展 记者徐洪志陈一宁特别报道 大陆萌娃当道成了收视保证 北京举行首届儿歌盛典 因为参加大陆亲子节目爆红的夏天 体人气超旺 不仅跟爸妈一起唱歌 还调皮的开媒体玩笑 外传他可能今年的央视春晚会上台 夏克力也说应该会吧 不过黄家谦则说 夏克力不太清楚春晚是什么 到底会不会参加 最后关头可能才会揭晓 娇娇你和我 有魔法 气质童心夏天穿可爱公主装 跟爸妈同台唱歌 她参加大陆首届儿歌盛典 天真举动梦翻天 今天好玩吗 好玩 好玩 可是我等好久哦 夏天还调皮了个媒体开玩笑 跟哥哥姐姐说谢谢 谢谢叔叔 外传夏天渴望登上今年的央视春晚 但粉丝可别太早开心 因为春晚这件事情是 就像现在这样 就是你们有问我们很多 所以是说 是不是要上春晚问我老公 反正我老公其实不太清楚 夏天家人获得年度阳光亲子家庭的荣誉 向王命中一体也带两个漂亮女儿走红毯 而古装男神陈浩鸣正准备迎接第四个小宝贝 一双儿女难得亮相 他心里就有点负担 所以就哭起来很快 因为毕竟今天是第一次我带他们两个一起出来走红毯 大陆萌娃当道 承受视率保证 俏皮唱个跳舞 比大明星更吸睛 记转综合报道 全球最性感男人莱恩·雷诺斯 今天20号清晨抵达台湾 将出席主演电影恶贯英雄死士亚洲收音会 预计停留三天两夜 还将去品尝台湾美食小笼包 来台前一晚雷诺斯还在脸书po文 台湾我是死士 我要应征山林主唱 还是要品尝臭豆腐和鸭血相当有趣 戴着黑框眼镜一身轻便 好莱坞明星莱恩·雷诺斯 清晨五点半抵达台湾 亲切打招呼看起来心情不错 曾被食人杂志评为全球最性感的男人 莱恩·雷诺斯首次来台 亚洲唯一一场首应会 预计在台湾停留三天两夜 晚间还打算去品尝小笼包 来台前一晚莱恩·雷诺斯还在脸书po文预告 台湾我是死士 我要应征闪铃主唱 推特也以中文写着 虽然我是歪国人 但是死士精神不灭 我要挑战台湾臭豆腐跟鸭血 让粉丝又惊又喜 过往也演过由DC改编漫画绿光战景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和山卓布拉克主演的浪漫喜剧 爱情现实迁 叫好又叫做 不只电影表现精彩 感情生活也很丰富 现年39岁的雷诺斯长相帅气 前妻是黑寡妇史嘉雷·乔汉森 先认老婆则是花边教主布拉克·莱弗利 这位加拿大帅哥首次席台 要让台湾粉丝感受他的魅力 记者徐庸志 陈寅宁台报道 从真子丹到梁朝伟 他们都在演夜问 如果不是电影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夜问 他是李小龙的师父 永春拳的发扬者 看似传奇的人生历经不为人知的大起大落 夜问从小习武 家境富裕 也曾遭逢巨变 沉迷鸦片 历经几番起伏后他重新振作 淬炼过的人生造就了一代宗师 我要打十个 如果不是电影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夜问是谁 一代宗师精彩的医生就此揭秘 这是1972年 70多岁的夜问 示范永春拳的最后画面 这位身高163公分 看似瘦弱的师父 竟然是武林高手 夜问 本名夜继问 本来是广东佛山的富家子弟 七岁起拜永春拳王 梁赞的徒弟 陈华顺为师 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直到日君侵华 夜问的儿子夜准 欢迎起父亲很骄傲 他说父亲曾经多次杠上日君 民族意识强烈 1938年日君占领佛山时 老百姓名不聊生 夜问家财散尽 连孩子都保不住 夜准的回应 家中的房产都变卖了 可到了1943年年底的时候 夜问的两个女儿 竟然还是被饿死了 遭逢巨变的夜问 为了谋生开始交权 1950年代 在香港发扬永春拳 收了他最出名的弟子 李小龙 请夜问亲自示范 全部永春木人装法 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 带回美国自行学习 交换的条件 是给夜问一套房产 可是这个提议 却被夜问拒绝了 就算经济拮据 夜问坚持不把功夫当商品出售 因为武术是无价的 无论三样都好 对夜问的性格是真实地反映到出来 将夜问的性格就是黑腐内露 不扣人 咬着牙关的牙下去 坚强逐叶问也有脆弱的一面 他在1954年时 曾经抑制消沉 吸食鸦片 后来因为星系儿子 跟众多弟子的力劝之下 才重新振作 弘扬永春全 几番起伏后 宗师在起 最重要的始终是身边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